大家好 我是火那个金鸡黑豆的粉丝在问我怎么你最近出的视频都是苹果笔记本 说句实在话 没办法 因为华简本市场上已经没有货拿了 必不得已啊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拿回来的一些笔记本 说实在话笔记本的话 它市场上是不怎么缺货的 很多的粉丝朋友看到我们出了好多的苹果笔记本 他说你为什么不出这个m1芯片的 那么就针对粉丝的这个要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m1l的爱年金款的这款机器 他这款机器的一个参数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m1的芯片 内存的话它是 256g 显示屏的话虽然说它是要的 但是这款机器它也是一个视网膜的屏幕 也是两块的屏幕 它的分辨率是2560×1600 看到没有 这款机器说实在话m1的芯片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机子有了一斤的了解 爱要的这款机器可能很多人不懂这款机器的话 它的外观颜值虽然说是很漂亮 然后 功能也非常强大 但是这款机器它是没有封上的 所以说很多人在选择这款机器的时候要对这个机器要先了解一下 它这款机器的颜值硕实的话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它首先是一个很偏薄的 各个方面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拿在手里出去的时候 它也是很轻薄的 也比较的方便 最重要的是这个m1的芯片 它搭配的是8核的处理器 比方说你要用来做办公做设计做剪辑 写一些程序代码 这款机器它完全都这个唯一的缺点 刚刚说了 它是没有封上 散热效果不太好 如果说你只用来做办公软件 这款机器我可以说功能非常的强大 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2020款的机器 这款机器在一个五六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这个音效 我们也来听一下 只要兄弟在身旁边下的话 它是双喇叭的 所以说立体的环练声 它是非常的棒 对不对 然后听到音效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显示 因为它是两个的屏幕嘛 对不对 这个显示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好 对吧 所以说如果说 你要选择l的话 价格的话在5000多的行情 那么就选择这一款2020款的m1 像那些18款19款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没太大的必要 如果那你只用来办公的话 这款机器说实的话 功能非常的搖单 如果说你们对这款机器不了解 你们也可以去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这款机器 这款机器 我们在华前北拿下来的时候是 5350 它的橙色 并不是那么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橙色来 可以看到橙色的话 这里有一点轻微的 这种小磨损 有点轻微的使用很低 边框呢 这个边框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刻铺 刚才大家看了 如果说大家对橙色要求比较在意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价格都还会高一点 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轻微的磨损问题不大 因为毕竟它是一款二手的苹果笔记本 对不对 现在这种爱摸一芯片的话 多的我不讲了 主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性能对吧 然后看到没有台面上还摆放了这么多机器 这些机器的话都是我们拿回来在这里测试机器 以后台给他安装一个双系统 这个机器的话已经安装双系统 对了 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下 爱摸一的这款机器 它是不可以装双系统的 那么有些人就有疑问 我看到很多人在用这款机器的时候装一个双系统 这里的话可能大家不了解爱摸一的这个机器 它装的是一个虚拟机 微软的系统 虚拟机也就是说 在运行微软的系统时候不稳定 这一点的话大家要先了解一下 今天的话就先当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